大家好,欢迎来到卡卡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道鹌鹑蛋蒸香菇 7个新鲜香菇 把香菇腿去掉 7个鹌鹑蛋 把鹌鹑蛋打到香菇窝窝里面 蒸锅里烧开水 然后把香菇鹌鹑蛋放到锅里面蒸 大火蒸8分钟 现在我们来调酱汁 碗里加一勺盐 一勺糖 一大勺淀粉 一勺老抽 加半碗水 攪拌均匀 找一个小一点的不粘锅 加热 然后把这个混合好的酱汁倒到锅里面翻炒 等酱汁沸腾以后用勺子快速翻炒 以防酱汁凝结 这时候我们的鹌鹑蛋和香菇也蒸好了 小心把它拿出来 用小勺把酱汁倒到鹌鹑蛋上 用小勺把酱汁倒到鹌鹑蛋上 最后撒点葱花儿 最后撒点葱花儿 这里面就做好了 我们来尝一下做的好不好吃 太滑了用筷子根本夹不上来 哇 弄翻了 再试一次 还是夹不上来 算了 用勺子吧 用勺子就容易多了 一口一个 味道还不错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